中方对美方有关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堵塞维护国家安全的漏洞 是香港特区的限制责任 也是实现香港长治久安和一国两治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 刚刚结束的公众咨询表明 香港社会各界对23条立法有强烈共识 23条立法惩治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 将依法保护香港居民根据香港基本法和有关国际公约 适用于香港有关规定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外国在港公民投资企业也依法受到保护 23条立法域外使用完全符合国际法 以及各国各地区的普遍实践 有关国家秘密和外部干预的定义 充分考虑香港特区实际情况 及各国通行作法 合理合法 无可非议 香港国安法制定实施的三年 正是香港从油乱到治走向油质即兴的三年 也是国际社会对香港前景投下信任票的三年 23条立法通过后 香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将得到更好保障 广大香港市民和国际投资者都将从中受益 美国自己出台了大量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却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泼脏水贴标签 完全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和虚伪双标 我要再次强调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无权说三道四 横加干涉 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中国主权 恪守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